每一位好料理健康跟著你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 在今天為你邀請到誰呢 我們要先歡迎這位來賓 他是李嘉銘 李師傅 師傅你好 李師傅 你好 大家好 是 李師傅我們知道 你之前來教我們做過 比如說 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你上次做的那個三藥 它就讓我對三藥有不同的一個感覺了 現在就不再那麼怕吃三藥了 所以我覺得你的 而且你做的那道並沒有很難 不會 不會說得很費工去去那個味道 很簡單用另外一種方式 就可以讓人家對三藥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你的料理 我覺得料理是這樣 越簡單是不是 越好 越簡單 越容易做 就越讓你吸引人去做對不對 不要弄的那個太複雜 所以那你們在 比如說你們在想新的菜色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用這個來做考量 對啊 也是做一做 也是要有人喜歡吃啊 還是吃的習慣什麼 吃的習慣 要簡單做 對 簡單做 而且還兼顧營養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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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做過什麼樣的 呃 特殊的料理嗎 特殊的料理 是一般 我是都會想一些料理 自己在家裡還是在公司 拍一拍的時候都會自己賓這樣 對啊 創意創 對 創意 你下次在試做新料理的時候啊 打電話給你 我們公司會有三個 會有三個義工去幫忙喔 好 真的喔 好 你今天要來跟我們做什麼料理 酸奶 豆粿 蘋果 又烤地瓜 這個就是你今天準備來的那個地瓜嗎 對 對 對 你為什麼要挑這麼小的 有什麼 這樣子吃起來 也是可以一口塞下去這樣子 就是方便一口食用 所以不是說比較小比較甜 或者是怎樣 不一定 不一定喔 這是要特別去蒸嗎 對對 不去蒸 蒸比較小一點 對 不一定買的就這麼小了 對 就盡量找小一點 對 盡量找 所以你做的這一道料理 他需要準備哪一些材料嗎 蘋果啊 還有地瓜 洛桂粉 還有酸奶油 檸檬汁 還有那個 這個是 核桃 對 對 對 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瓜要先 先烤過 這個是熟的嗎 對對 對 也是要先烤一下 他要稍微的表面 稍微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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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就把它 對切之後 對切 就把它蒸熟 對 對切之後 再烤一下這樣 對 就先 兩邊先切一點點起來 這樣子比較好沾 比較好沾 對 比較好沾 對 比較好沾 比較固定 比較不冷 對 比較不會沾 沾沾沾 這樣 好 這樣子 這樣吃 還要切 這樣 蘋果要切是不是 對 你需要一個盤子嗎 就這樣子 我這樣就疼我了 對 對 對 然後再搭著地瓜一起吃這樣 啊不要 蘋果不要切人太大 對啊 怕煮的時候對不對 要煮給它久 因為要煮到暖嗎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不要太固定 那為什麼要煮很久 啊 煮很久 啊它在蓬鍋中 煮起來會比較久一點 不要切人太大 好了 就是把蘋果切好之後 現在要做 餡嗎 對 要炒過 加水 這個是甜點 嗯 不要忘記了一時 一時買幾次 就是走到廚房 就給它加了油 對 因為習慣動作好像 要擦那個鍋子 就是要加油 不行加油 啊 這 這裡倒是加油 是加水 對 因為我加油 不行就不行 不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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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油 然後加糖 除多三大或四大 三大四匙 滾好 滾了喔 加水 我們剛剛切的是半顆的量嗎 半顆的量 半顆蘋果的量 所以要怎麼煮是那個水啊是差不多就剛好跟那個蘋果這樣滿滿的 蘋果 黃症人比較保險啦 對 要不要一次加這麼多 來不及 對 對 可是你如果再加水的話 那個糖也要跟著加嗎 對啊 也是要跟著加 要跟著加 現在豬肝這樣差不多了嗎 差不多了 蘋果都已經軟了 對 然後再加肉桂粉 加肉桂粉 對 先慢慢加啦 假如說味道不夠的時候 再加就好了 喔 對 然後 檸檬 在一起 看來 在一起 煮好了 料理 在一起 都 二三 三 四 三 盛盤 好 再來就是 對 就是 你要端去哪裡 蘋果你就弄在地瓜的上面 對 這樣子 之後還有地瓜 地瓜也要烤一下 烤地瓜的時間 用來煮蘋果泥 對 差不多 核桃 上面再加核桃 對 差不多 兩顆至三顆就好了 所以我們那個料 剛剛有多煮了一點齁 然後酸奶油再淋上 上面就好了 嗯 不要太多啦 中西合併 中西合併 對 中西西都有 把地瓜跟蘋果泥跟核桃跟酸奶油 全部弄好之後就可以盛盤了 這一道就完成了 完成 OK 好 來 這個中西式的搭配齁 一定要來試吃看看 對 用手機嗎 還是要用筷子啊 用手機嗎 還是要用筷子啊 都可以 都可以 那用手好不好 對 這樣比較好夾嘛 這也要搭著吃齁 很特別啊 它那個酸奶 這地瓜是甜的 嗯 酸奶是酸的 還有雷鳳味 對啊 嗯 這種衝突要怎麼解釋啊 師傅你們要怎麼解釋這種口感 如果你們要跟你要介紹的話 這個 嗯 有黏著這匙還有黏著酸 甜 都有 一開始你就會吃到那個檸檬的酸 很香 然後吃到後來 一罐 你會吃甜的 就變成吃甜的 因為吃到地瓜的甜 嗯 然後蘋果烤過了 又特別的香 欸這道不錯耶 很 很 很特別 很特殊的道料理 只是說它要一點點的時間去做 對 好 那我們待會還要來做第二道 酸奶油肉桂蘋果左烤地瓜做法 一 地瓜洗乾淨 保留表面水分 一律箔紙包起 用180度 烤40-45分鐘 或以電鍋蒸熟 二 蘋果去皮去核後切丁 放入小湯鍋 加入檸檬汁和糖 再加水蓋過 蘋果丁表面 以小火煮滾 一邊拌攪以免燒焦 等水分收乾一半之後 再加入肉桂粉 三 地瓜切對半 將煮好的蘋果淋上 再加上酸奶油和堅果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第二道要來做什麼菜呢 銀牙豆魚 銀牙豆魚 對 好 食材有 豆皮 還有 豆芽菜 去頭尾 還有那個 去頭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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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芝麻醬 這樣子 對 你師傅你好 很可愛的 豆芽菜 還要介紹 要去頭尾 對 然後 豆皮 鋪皮 豆皮 我們買回來是一丁 很大丁的嘛 一丁 然後把它切成這樣 對 一定要浸水 那個軟 先浸不軟 對 浸不軟 然後 豆芽菜 就 鋪上去 把它包在那個 豆皮裡面 豆皮裡面 我覺得豆包啊 或者是豆皮啊 都可以變化出很多不同的吃法耶 對 而且我一定是吃豆皮耶 你喔 對 你今天準備了幾條魚 三條 然後 熱鍋 加入 蝦拉油 然後 那個 底部的地方 要先 要先 下面 先 對 先下去煎 啊 在那 鍋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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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比較不會掉 對 也是有很多種啊 還是你這邊可以綁那個 綁那個 什麼 那個 野蓮 喔 水蓮 水蓮 也是可以綁 還有 那個 鍋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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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什麼 麵粉加水 三個粉 對 也是可以這樣子 不是 欸如果那個豆皮啊 我們不要把它切 就是買來 不是這樣一大張嗎 嗯 如果不要把它切 那可以做 你 你上次那個 比賽的 作品那個葫蘆 夠大嗎 不是 不行 因為 它這樣 拋下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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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對啊 因為它這個沒有彈性 嗯 那有什麼樣的食材 是可以這麼做的 素的喔 嗯 素的 還要去找找看 回家想想 對 好啊 OK啊 哇 你那個 那個 葫蘆啊 葫蘆做出來的 一定大受歡迎 因為它 很討喜啊 很討喜啊 齁 很喜氣 然後又做一個擺的 又很漂亮 對啊 做一個 一個 買一個 花盆的 對啊 啊 上面又 用一些 會吃一個 什麼 碳粉喔 碳粉 就是 代替它的 沙子 喔 對 那這等於是一個 噴災的意思 噴災的意思 對對對 欸真的創意不錯耶 哇 我們現在講出來會不會被偷學 偷學 不要學喔 李師傅要練過的喔 李師傅要練過的喔 它那邊就表面感覺像是恰恰的 對 恰恰金黃色這樣就好 好 豆皮如果 這頭 那樣脆脆恰恰 真的很香 比較好吃 對啊 比較香 好 我們等一下還要切 就先讓它吸油一下 吸油一下 好 這樣直接用 直接用 鍋子 調醬 芝麻醬 好 所以它的醬 有芝麻醬 還有什麼 還有 醬油 白醋 糖 還有高湯 高湯 芝麻醬炒一下 加 加高湯 不要太多了 加太多喔 等一下 芝麻醬的味道都沒有給它 好 喔 喔 它有什麼不是用 辣 要更用肚軌 那個醬汁啊 醬汁啊 不是可以就是 直接 直接用辣嗎 它肚軌是怎麼樣 是 比較香啊 有那個芝麻的味道 芝麻的香氣才會出來 芝麻的香氣才會出來 嗯 芝麻的香氣 好 好 好 白醋 最後再加醋 少許 欸真的耶 這樣子煮一煮 那個 醬很香耶 芝麻醬 對啊 跟我們一般在吃這個 如果用沾 不一樣齁 不一樣齁 對 香氣都跑出來 不一樣齁 好 沒關係 多花一點時間去 煮它 真的有它的道理齁 對啊 好 好 然後再把那個醬 酒汁 哇好香喔 好 好 好 那這個 OK 完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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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營芽豆魚做法 1.豆芽菜去頭尾後 用滾水煮約一分鐘 撈出瀝乾備用 2.將豆皮平鋪排上豆芽菜 再把豆皮捲成長條圓桶狀 3.豆皮捲下鍋煎至兩面金黃色 4.取一小湯鍋加入芝麻醬 糖 醬油白醋和香油煮成醬汁 5.淋上醬汁在豆皮捲上就可以了 好 我們的銀芽豆魚 豆 我跟你講豆包啊豆皮啊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最喜歡吃的 對 而且他們的那個料理可以變化好多 我每次吃到那個豆包或者是豆皮做的料理 我都覺得哇好讚 好 那我今天又吃到了一個不一樣的方式 你剛剛在做那個那個醬啊 很香啊 那我突然想到說 如果我一次把那個醬弄多一點 那個醬是不是也可以拌麵啊 拌麵啊可以啊 可以喔 可以當那個陽醇芝麻麵 芝麻麵 麻醬麵 也可以當涼麵的那種醬 對對對 欸真的欸這個醬可以選起來 你吃一下這個 喔好香喔 真的是麻醬的香 淡淡的味道 麻醬的香然後再那個銀芽 爆老菜啦 老菜本身是沒味的 沒味的 然後麻醬的香剛好中和了它 麻醬不會變得太強味道 欸不錯 很好吃欸 聽不下欸 你先幫我 你先幫我跟大家念笑一下 好 我們今天教了兩種 兩種菜嘛 一個就是這個 然後還有剛剛的第一道菜 其實這兩種菜你說 你說難嗎它沒有很難欸 對啊 所以我們在這邊教的每一種菜 它都不是屬於那種 很費工的啊 還是說很麻煩的那種 不會不會 大部分都是我們比較 常常吃得到的食材 但是不知道要可以用這種方式去烹調它 然後去做變化 那經過師傅啊 這樣子提醒 我們就知道 喔原來這些菜也是可以這樣子做的 對 所以如果說你家裡有這樣子的食材 我們也可以來做做看喔 好 今天呢非常謝謝李師傅 感謝你來 那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拜拜